乌尔烽火交战 激发群穷怒火 西方国家和许多民营企业展开经济制裁 纷纷跟进抵制 停止在俄罗斯的相关业务 然而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黄家贝壳集团 近期却被爆出 在乌克兰民众不断被俄军飞弹炮轰 当下 却仍持续以低价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挨轰双手燃血 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产油大国 只是在西方国家一系列经济制裁中 影响全美民众生活的石化产业 却迟迟没有被纳入制裁项目中 不过在强大舆论与在野党强烈批评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表示 正在和欧洲多国进行协调 展开最新一波经济制裁 也就是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占对俄罗斯经济来源最大命脉 只是6号美国布兰特原油一桶价格来到140美元 创下14年来新高记录 一旦美国和欧洲各国最后决定禁止进口血石油 油价上看爆喷18% 势必全球也会连带受到经济内伤 加上随之而来的反对声浪 如何祭出配套措施也势必受到考验 三体新闻协调报导 三体新闻协调报导